美国是中国外逃腐败和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集中的国家 但近年来美方一直消极对待中方提出的追逃等合作要求 违背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精神 也背离了美方在国际场合所做的公开承诺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积极配合中方追逃追赃工作 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 不要做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